好 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我們繼續 挺好的 真是 請問這個知識網絡的圖的工具 對你們有什麼幫助 掌握難不難 我想再問老師又問同學 一會兒 老師那裡 雖然我也很歡迎大家問我 但是一會兒還有很多老師 我們一會兒又給他們一些機會 我怕我說得太多 我不是這麼好意思 我們讓學生先回答 不如你們有什麼幫助 有什麼幫助 剛才也有說了 我們這次也有說 KF這個平台幫助我們 進一步的深化討論 深層次地討論 平時我們會覺得 《膝囊記》可能是一部神話 只是用來哄小朋友開心 覺得打打殺殺很好玩 其實作者都是想透過這些 同話故事或者神話 去帶出一些道理 但是我們會否忽略了 就是KF幫助我們 了解這些不同的意義 不同的真理 希望在作者寫這篇文章 這本書的時候 了解當時 作者想引申什麼道理出來 這就是我們所學到的 我回憶一下 我記得有其中一個 教改的重點就是 深度閱讀的要推廣 其實通過KF 就是前嘉秉中學的遠資 他們真的感受到 和做到他們深度的閱讀 這是其中一個我聽到的重點 問問小朋友 首先 他們坐在中間 會否有點悶 你們呢 你們學到些什麼 怎樣幫你們 幫到你們些什麼 我們學到討論的時候 和分類 和我們同學回答的 把他們分成不同的類別 做一個總結 很明顯和我們平時不同 分類總結 天仔你呢 一時間想不到 天仔 學到無花果的果樹 是無花 還有沒有 剛才說你自己找些資料 那你呢 你是不是學會了 怎樣找資料 還是 對著麥克 找資料 我自己本身都懂 你自己本身都懂 但你討論的時候 不如我們加上 本身有的就下去 加上我本身有的 我們認識的 就運用在我們學的那裡 其實也是 一般來說 可能做普通的 project 那些我們未必可以 那麼圓屬地用到 但現在呢 就給了一個很好的環境 我們去試一下用了 好 還有沒有同學想分享 幫到你些什麼 好 那我們再看看有沒有其他物體 OK 我們來看看